看看新闻网 张博之从18岁出道至今 一直没有离开过大众的视线 可以说他走到哪儿 哪里就有新闻 2013年一整年都感觉他很忙 忙着度假 忙着游玩 看起来也很风光 很潇洒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一个明星 他更是一位单亲妈妈 而现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妈妈 和坚强的女人 是张博之接下来的生活目标 如今坐在妈妈咪亚观察 缘席的张博之 早已不再是当时 懵懂青涩的小女孩 18岁变成名的她 曾经在美光灯下 收获了无数的闲花和掌声 但同时坎坷和痛苦 也伴随而来 尤其是在感情的路上 张博之走得并不容易 看来刚到巴黎的停峰的 今天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于博之付出 他会不会车轰带孩子 这样一个问题呢 他说我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 张博之在上海复工的同时 前夫谢霆锋出现在了法国巴黎街头 当年轰动一时的风支链早已落幕 与普天之下所有妈妈一样 孩子是张博之现在 最重要的生活中心 可能在部分观众看来 张博之并不是一位负责的母亲 2013年在媒体上出现的 竟是张博之带着两个儿子 卢克斯和Quintus同友的照片 足迹遍布香港 加拿大 曼谷和新加坡 玩得不亦乐乎 两个儿子迟迟未入学 于是外界开始怀疑 张博之是否是一位合格的母亲 而外界没有看到的是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张博之对孩子深沉的爱 和为了两个儿子 付出的所有努力 我什么都可以没有 我两个儿子身体健康 然后听听话话 对我来讲的就是 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 为了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环境 张博之努力工作 2011年他先后接下 杨门女将 五家之宝 河东施侯二 《危险关系》等近十部电影 疯狂入战5000万港币 但这些影片并没有为 张博之带来好的口碑 苦战一年之后 张博之便改换阵地 频频在综艺节目中亮相 成为名副其实的平民三娘 连续三天没有见到她了 她跟我家的工人说 为什么妈妈还没回来 然后他们说妈妈要上学 她说每一天都上学 那么晚都还没回来 跳水 跳舞 骑头并进 只是在两边折腾 以及双面夹击之下 原本计划参加 舞蹈类节目的张博之 因救急复发不得不退赛 除了工作 张博之的感情动向 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2013年张博之的绯闻并不少见 从歌手梁昭峰 到了冲浪教练 再到外界型男女友 跟随着张博之的花边新闻 一直没有断过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还得听张博之本人的回答 这句话张博之一脸愉悦 说得轻松 却也让我们看到 笑容背后的一丝落寞和无奈 和所有的单亲妈妈一样 张博之的世界 是属于自己和两个儿子的 而他必须学会坚强 必须扛起责任 对于过去的风浪 他看得很开 对于自己的规划 他依然向往 人生如果没有挫折的话 是很可怨的 天哪 不管开心不开心 最重要就是 永远不要放弃 然后一定要往前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